超商裡三個人拉扯 穿黑外套的是老闆 拉著穿制服員工的雙手 一旁穿白T的也是職員 一陣推擠 物品掉落 經過勸阻才稍微冷靜 雙方手放開 直大夜班的員工到櫃台 拿手機報警 他指控老闆跟如同兒子的員工 圍毆他一個人 我就是用手去打 然後他一直往我這裡打 頭上一個包 額頭擦傷 手肘為了阻擋攻擊 淤青腫脹 頸部也有抓痕 他是28歲的黃先生 過年在超商職大夜班掛彩 起因是停車問題 年初三住高雄的黃先生 開車上班 休旅車停超商前 沒畫設紅黃線的區域 隔天店長告知 停這樣會影響生意 請他之後到附近找車位 男子回 生意不好是太冷吧 隔天超商的老闆 也是當地里長來找他談 雙方鬧不愉快 就是我不是說我一定要停那裡 是真的沒有車位 然後他們就動手了 所以打到最後我拿棍棒出來 是我有賀子 就是我有跑到櫃台賀子 過年期間比較危險 我來跟他講看看 我才講沒幾句他就情緒失控了 我因為是我規勸他的 沒有棍棒做事危險 那員工就擋住 擋住之後兩個人就扭打起來很快 面對指控圍毆員工里長喊冤 他說是大夜班的職員先做事打人 另外一名造姓員工出面阻擋 他們兩人推擠拉扯引爆衝突 為了利益去毆打自己的員工 這是一個非常暴力的行為 他爸媽來一直罵我是地方惡霸里長 對我的名譽也有受訴 是護毆還是圍毆 雙方各說各話 為了停車問題 超商員工跟老闆可能對不公堂 大過年的好心情卻沒了 TVBS新聞方釋成黃曉琪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